学校周边往往是美食的聚集地 新北淡江大学附近就有一家 开业二十多年的人气羊肉拉面 招牌半斤半肉拉面用料非常实在 羊肉蹲到口感鲜嫩带有脏劲 羊精则是相当的Q弹 搭配浓郁的红烧汤头 一口吃下超级满足 而另外这碗巨无霸的羊西拉面 也是店家招牌之一 每只羊西都比拳头还要打 口感软嫩不柴 一入口鲜美的滋味在嘴里蹦开来 让许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半斤半肉拉面 一端上桌立刻吸引客人目光 浓郁的红烧汤头 搭配炖到软嫩的羊肉和羊精 大口咬下饱满入味 与Q滑带进的面条完美结合 这样的好滋味让许多客人一吃 就是好几年 我是半八的 今天脚松 每个礼拜三中午都来吃 你吃比人 二十 我吃五年都来吃 吃三年了 不吃不行了就吃上瘾了 新北淡江大学附近的这家羊肉拉面 因为料多实在CP值超高 是不少学生的心口号 老板陈志恒说 要制作一碗会让人吃上瘾的羊肉拉面 羊肉的选择绝对是关键 我们都是选用纽西兰的 那纽西兰它的喂养方式是用草去 就是饰养 所以它比较没有养烧味 陈舅林富品的羊肉拉面全靠 陈志恒对食材的讲究 清鲜羊肉大快丢下用料不手软 接着加进特制酱油及辣豆瓣放上大把生姜 要让所有好料在锅里炖好炖满40分钟 且全程不加一滴水 就是假如加水的话 它的香气等于就是会被分散掉 所以我们就是坚持就是全部都是用酱油 然后不会加水这样 只剑羊肉在大锅里吸饱汤汁 慢慢染上红润色泽 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为了让味道更有层次 还要请出当归 枸杞 月桂叶及八角 等数十种中药材一起搭配演出 我们的中药材它并不是要压制羊烧味 是想要让它的香气更提升 所以通常都是滚后我们才放进去 让它的那个香气可以整合得更好这样子 一打开锅盖 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但老板对口味相当坚持 起锅后的羊肉可不是马上就能卖 还要进行第二次的乳制 长时间的浸泡能让羊肉更加入味 面条快速搅动 带手头捞出力干水分 放上刚独靠的羊鸡 羊肉一旁的小兜鸟 擦龙点睛做点缀 最后淋上两大勺的灵魂汤汁 香浓浓厚的红烧汤头 带有微微中药香 肉多实在咸香诱人 汤头就是还蛮浓郁的 然后我觉得它变得很特别 应该虽然没有吃过的口感 但是觉得是好吃的 吃过满多间羊肉面 那我觉得它这个面的肉 是第一个新鲜 第二个它没有羊烧味 陈志很劳练的在厨房忙碌穿梭 但起初它可是个料理母外汉 会跑来卖面背后的故事 很软心 我以前是在那边打工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然后打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 然后也一直有跟他们 毕业之后 有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络这样子 其实是有一次 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来找他们 但是我就发现说 好像我干爸他变瘦很多 在一阵子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说我干爸住院了 然后是得到癌症这样子 当初陈志恒在面店打工 跟老板夫妇感情好到 变成他们的干儿子 自从干爸生病之后 他为了不让情义中的好味道 从此冲断 决定扛起责任 除了原本的招牌羊肉拉面 他发挥创意 继续研发出许多形彩色 搅肉拌进卤汁 再将炸的香气四溢的油葱酥倒进去 紧接着撒上茶余和煎鱼粉 更是加倍提鲜 搅肉经过小火炖煮 吸满汤汁 腰上一匙 搅人在白饭上头 一碗市面少见的羊卤饭就完成了 有别于一般常见的卤肉饭 羊卤饭口感更特别 搭配3比7的黄金肥瘦比例 油亮的汤汁 碗如白饭小偷 吃再多也不腻口 跟一般的卤肉饭不太一样 肉质比较绵密 就是羊肉的味道发挥得很好 然后也比较不油腻 它那个油是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的羊油 就是吃起来就是蛮滑顺的这样子 羊卤饭满足白饭控 想大口吃肉的人 也可以挑战店里的巨无霸杨西 每根羊西都比拳头还大 视觉超级震撼 一口咬下满嘴肉香 羊肉越嚼越香又不柴 则是陈志恒的神来一笔 将台式结合法式做法 捧出形式味 法式料理或什么 然后他们就有红酒炖羊西 然后我就觉得 那可能这个我们 这个部位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红烧的口味 然后其实呈现出来的口感 或什么也蛮多客人喜欢 而且客人会觉得很新奇 因为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 这个部位的羊肉 不只羊肉料理 店里小菜也是老板每天手工制作 将跑好的青木瓜丝 用香油 蒜头和油 醋 辣豆瓣抓匀 让木瓜丝充分吸饱酱汁 陈志恒每天纯手工制作小菜 不只讲求新鲜度 最重要的更是为了延续经典滋味 因为这个都是就是老人家他们传下来给我们的 所以也是我们店的招牌的口味 所以就是还是坚持要自己做的 外面泰式比较多都是柠檬 就是可能是比较偏酸辣口味 可是我们的等于是用我们自己的辣豆瓣 当做一个主軸 然后再加一些调味料 让它的味道蛮特别的 酸甜酸甜这样子 与泰式的酸辣重口不同 加了辣豆瓣的青木瓜丝 多了些许泰式风味 微酸微辣清爽又开胃 难怪擄获不少 陶客味蕾 每次来都会甜 即使是很冷的天气 它只要木瓜丝都会甜 年纪轻轻接熟店面绝对不容易 虽然有干爸 手把手的教导 但诚挚很坦言 当初因为零经验 也曾碰上壮强棋 更有不少客人 质疑口味变了 但他没有放弃的理由 只能不停摸索 努力撑过去 一开始的口味可能就是 真的差蛮多了 但是他们也是会用提醒的方式 就是跟你说可能要再调整啊什么 然后又慢慢的越做越有经验 然后才到现在这样子 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从 比如说台湾啊 或者是世界各国来的游客也好 都可以就是品尝到说 我干爸他研发的这个羊肉拉面这样子 即便一路走来不容易 但沉志恒越挫越勇 他容易站稳脚跟 只能让更多人品尝到 这独一无二的杰料滋味 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台北市中山区巷弄里 有一间充满现代感的 新派台菜餐厅 已经连续两次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了 他们这道花生猪脚 猪脚卤得相当软嫩 入口即化 用筷子轻轻一剥开 骨肉就分离了 不同于一般猪脚 吃起来不油也不腻 卤香四溢 老板是每天一早采买新鲜的黑猪脚后腿肉 用葱 姜 蒜等辛香料 仔细地爆香 将油撇得很干净 吃起来格外清爽 也让不少客人一吃就爱上 台北市中山区巷弄里 这间三十五平大的台式料理餐厅 平日的午餐时段 左无虚席 他们全是被店里这一股香气 吸引而来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卖相非常好 很漂亮 然后口味很清淡 但是又口感很非常的丰富 这边的花生猪脚比较是肉是非常嫩的 但它还是有保留它皮的那个Q度 不像一般外面传统的猪脚 你会觉得酱油味很重 然后比较四线 它比较能够吃到它的酱香 然后还有食材的味道 包含花生跟肉的味道你都可以吃到 让客人大力称赞的 就是这道连两年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 花生猪脚 要做出这香Q软嫩的猪脚 从选才开始就不能马虎 所以你今天有帮我留黑猪的后脚 这一支 这个是黑猪的后脚 这个很漂亮 它今天的皮质比较厚一点 它这种猪熟度很够 它这样子你看它的皮 这样子卤起来的那个有胶脂很Q很好吃 然后它里面的脚筋都在正中央 今天的脚筋也蛮大支 这样卤起来会客人会很喜欢QQ嫩嫩的感觉 其实不止猪脚 几乎店里所有食材 都是老板娘杨恩奇 一大早上市场才买的 这才买肉大理挑菜 就是它每天的开店日常 当天采买的食材带回厨房供 就是一连串的前置作业 杨恩奇先替猪脚去皮去皮和去腥 接着爆炒一锅 加了葱 姜 蒜和辣椒的鸡香料 这时才能把去腥丸的猪脚倒入大锅中 猪脚乳汁香气迷人 加了月桂叶 八角和多种辛香料 用小火边卤边焖大约两个半钟头 用时间换取猪脚软嫩的口感 在卤制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撇油 那个花生我们会比较晚放 对 那我希望客人吃进去是 风味十足的 清爽的 然后不会有负担的 最后加入花生在门上一个小时 露香四溢的花生猪脚总算大功告成 花生猪脚一上桌 油亮亮的乳汁富满胶质 用筷子一剥开 立刻闻到淡淡的乳汁香气 晶莹剔透的猪脚皮 乳到软嫩入味 轻轻一夹立刻骨肉分离 吃来入口即化也不腻口 不太常吃猪脚 但这边的猪脚我来的话是会吃 所以它会吸引我想要去点它 就是说它的不油腻 那是有香气的 吃来不油腻也没负担的 还有这道炸红糟肉 无法酿制的红糟酱 是最关键的灵魂味道 加进一些蒜泥 苦香粉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 接着将酱料抹上当天才买的 新鲜猪五花 边抹要边用手按摩 才能让酱料慢慢渗透进猪肉里 要整整腌刺三天 才能裹上地瓜粉 下油锅炸到金黄 非受香煎的红糟肉 用刀子切下 就能感觉到它的酥脆 金黄色的脆皮 吃起来带有淡淡的红糟和中药香气 外酥内嫩 肉香四溢 却丝毫没有油腻感 它选用的那个五花的部分的话 就是整个油脂跟肉比较平均